这是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所发的宣传 最主要是要抗武汉肺炎 要自我防护 简易消毒 然后就医 他还教你漂白水炮制方式 可是他称这个病名叫做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要么有人说新冠状病毒 有人说是中国病毒 有人说是武汉肺炎 再请教李医师 这是什么病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 我们在1月15号 我们特别在我们的法定传染病通报里面 定的那个名字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他这个做法就像什么 我们都知道艾滋病吧 可是他在跟你说 你得了什么 你得了后天人类免疫不全症候群 就是说 他讲的 没有错 他用的词是对的 因为这个是在我们1月15号 公告的法定传染病新增的那一类 但是他对民众在宣导的时候 你用这个词 他到底是在 他在干嘛 因为你在宣导 你市政府宣导 你就要让民众懂这个是什么 那你要用这种专有名词 你根本是不打算让民众了解 这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 你要讲他错吗 他没错 因为这是我们在法定传染病里面 新增的那个条目 就是你要用抗肺炎 你说你怕中国不算 你要用新冠肺炎 好 你至少用一个让民众看得懂的名词 你总觉得说 你要嘛就是太照章行事 要嘛就是闪避某些敏感议题 再看这个新闻 国民党立委陈超明 今天怒劈 说我们政府就是跟中国不逃避 只有跟美国跟日本逃避 欧洲逃避而已 他说这里欧妙的玄机很多 我实在是想不到 他说国民党立委 吴思雷不是希望政府能够把滋留武汉台人的助记取消吗 让台商自行巡管道回台湾吗 陈超明今天也关切这个 表示政府做法值得检讨 强调你不要对台商用之如饱 弃之如草 要用得出来用 现在对人这样 那他说他主要是美国要送我们三十万件的防护衣 我们要每个月 一周都要送美国十万的口罩 这样交往 陈超明说 你都跟中国都没要避充 但是只有跟美国避充 我实在想都没有 请教一下博文 你想有吗 你想有吗 我想没有 你也想不到 他现在是要跟中国避充 中国是军机避台 中国是对我们 这个威嚇 这个恐吓 美国有 日本有 这个事情 疫情到这个情况之下 你对中国没有一句话 你现在都在抵台湾 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可疑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你当反对党 你可以监督政府没关系 可是你不要杀红了言 你说今天陈时中 你要呛他没关系 如果做不好 出现重大舒适或怎么样 你要批评可以 你现在做得这么好 你现在选择再挤 选择再动 那表示你的心态也好 我补充一下 刚刚陈学胜不是说 因为这样子 讲了一大堆什么经济 怎样怎样 陈时中要下台吗 那习近平早该下台了 习近平造成了全球的 公共卫生的危机 你意思说第二阶段 接下来不是陈时中 能做决定 因为这样讲 所以以他这个逻辑 推回去 他应该要 我们觉得照这样看的话 习近平早就该下台了 习近平在中国 他已经造成了这个东西 死了多少人 还造成其他国家的伤害 而且其他国家因此而对于中国 包含经济上的损失 以及对于中国的不满意 那习近平要不要赶快下台 好 年旺刚刚讲这个是恐怖 他说后边有一个阴谋 有一套阴谋 要从陈时中 从张尚存 张尚存的旁边 开始把它击垮 好 好 好